要捐献热血但是不要剥削血汗 中式新闻要带您继续独家来直及血汗医院 怎么剥削护士的劳力 我们带您来看到这间知名的大型医院 他们为了躲避劳委会的检举 那么规定呢 白天班的护士一定得要在下午5点的时候 准时去打卡 打完卡之后再回去上班到半夜11点 如此一来 劳工局就查不到工作超时的记录 护士们感叹 这份薪水简直像是用命来准 下午5点钟不到 南部某间大型医院的护士三五成群 冲到一楼打卡 嗶嗶声不断 打完卡这群白衣天使没回家 记者一路跟拍 发现他们居然再走回工作岗位 护士相互询问 你今天刷卡了吗 血汗医院让护士工作超时 老委会现在开始调查 但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就有护士在网路上po文大骂 说医院规定白班护士要在5点前先打卡 做样子 然后再回去上班 如果超过规定时间打卡 还会够考级 这样一来 人家来查 就可以拿出数据 说我们都有让护士准时下班 原本刷卡上班前两小时要刷卡 下班三小时没有刷卡 后来说超过一个小时之后刷的卡 就要上架 所以他现在就是规定 上下班前一小时才能刷卡 可是我们都是刷卡之后上去一样再做事 医院叫护士提早刷卡 躲避老委会查核 护士说如果去申诉 还会被叫去喝咖啡约谈 所以大家都静若寒蝉 想休假 根本是天方夜谈 天天上班超过12小时 护士爆肝 还被刷卡的数据掩盖 白衣天是感叹 自己的薪水根本就是用命去赚 这种无奈心酸又能怎么办